Hey, what's up, Chak? 大家好,我是Chak 今天是3月的31号 明天就是4月1号 在4月1号 北京时间4月2号的零点 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2点的时候 FIFA就要开始这个 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分组抽签仪式了 其实在这个抽签之前 我已经买到了这个相应的球票 之前的视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们如何购票 以及我如何分析他的这个对战的长次 那么明天分组抽签结束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看到我买球票对应的这个对战的双方是谁了 好的,在上一个视频当中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对战的双方 以及他的场序 场次是按照A1组的第一档球队 对第二档球队这样子一个排序 在第一轮的时候 8个小组全部都是小组第一档球队 对第二档小组球队 8场小组在第一轮的球票 我都买到了 也就是说第一档球队和第二档 这16个球队相互交锋的比赛 我都可以看到 那么在第二轮的时候 我首先是买到了卡塔尔的一场比赛 因为卡塔尔是一个东道主 能够去看一场东道主的比赛 我想这个气氛 以及这个体验应该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第二轮除了这个东道主的比赛之外 我也买了挑了几个小组去购买他其中的对阵 所以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买到了这个小组 他对应的是第一档的球队哪些 和第三档的球队哪些 然后第三轮就是第二档球队和第三档球队了 现在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档球队 第二档球队 第三档球队的一个分布情况 首先 龟族联抽签这个规则 它是按照参赛球队的非法的国际排名 来进行一个排序的 那么首先 八个小组 八个小组 也就是说我世界排名前八位的就是第一档的球队 但是我之前的视频也跟大家分享过 东道主默认会被认为是第一档的球队 并且会落位在第一小组 也就是A1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实际上的话 如果这个东道主 他的这个排名不在世界前八的这个排名的话 那么就会挤掉排名第八的这样的一个球队 然后这个球队就会不幸的落入到第二档 由此它可能会进到其中的一档 与第一档球队形成这样的一个死亡之组的一个态势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现在就我录视频的这个时候就是2022年的3月31号 国际足联排名第八位的是葡萄牙 但是大家可以看在这个Port 1里边 葡萄牙依然被列为了第一档的球队 这是为什么呢 按理说葡萄牙应该会被挤到第二档的一个球队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来到第一档球队呢 那就是因为在世界排名前八位的这个球队当中 我记不太清了 好像是第六位 第六位是谁呢 是意大利 对的 也就是连续两届世界杯没有进入到最终 三十二强的意大利队 由于这个意外的被淘汰 所以在贵族联排名前第八位的这个葡萄牙 才递捕进到了第一档的球队 大家可以看第一档球队A1是卡塔尔 这个是已经确定了 除了这个是确定之外的 其他都是不确定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巴西队 第二位的比利时 然后法国阿根廷英格兰西班牙和葡萄牙 大家可以看第一档的球队 都是世界的强队 同时也是近几年来说 表现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强队 巴西法国阿根廷西班牙 以及最近的一些新贵 像是比利时和英格兰 同时呢 还有C罗所在的葡萄牙 所以第一档的球队 除了卡塔尔之外 由于他是东道主嘛 其他的七支球队 都是非常非常有看头的 那么非常的 幸运啊 非常的幸运 就是第一轮的比赛 除了卡塔尔的比赛 因为是一个监控战嘛 所以卡塔尔那个小组的 我是没有办法看的 那么巴西比利时 法国阿根廷英格兰西班牙 葡萄牙的比赛 我都能够去现场看到 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档的球队啊 第二档的球队呢 我们会有一支去到卡塔尔那一组 但是我想啊 按照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 基本上是实力相对较弱的这个球队 会被抽到这个东道主这一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档球队有哪些啊 墨西哥 荷兰 丹麦 德国 乌拉贵 瑞士 美国和克罗利亚 我们先来看传统的强队德国 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这个第二档球队当中 实力应该是最强的 所以我觉得德国大概率是去不到卡塔尔那一组的 但是德国如果去到巴西 阿根廷 这一组的话我觉得概率是挺大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是把两个大洲的球队 因为我们看第一档有非常多的欧洲球队 除了巴西和阿根廷之外 以及东道主剩下的五支球队都是欧洲的球队 所以这样他可能会有一个同大洲相互这个避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荷兰队 荷兰队 然后可能会是相对来说实力比较强一点的 以及克罗利亚队上街的亚军 好 这是第二档的球队当中 我个人觉得实力相对比较强一点的 同时呢 美洲的美国队和墨西哥 北美的两强 传统的两强 相对来说呢 墨西哥我觉得它的实力 综合实力其实是优于美国的 但是这个预选赛的成绩上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北美地区 加拿大其实是一记绝成 作为中北美区的这个小组投名 进入了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当中 但是啊 这个不是按照预选赛的一个排名 来分这个档次的 而是按照你这个国际足联的排名来分档次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在中文美赛区小组投名晋级的加拿队 由于它的国际排名比较低 所以它最终被列为了第四档的球队 与卡美龙 欧瓜多尔 沙特和加纳一起 那么剩下的三席呢 都是还没有决出来的 这一个附加赛的球队 那么这个附加赛呢 我再跟大家稍后再说一下 OK 我们看第二档的球队 墨西哥 荷兰 丹麦 德国 乌拉圭 瑞士 美国 科地亚 我觉得也是有些传统强队的 我希望能够看到德国队的比赛 能够看到荷兰队的比赛 科地亚队的比赛 同时我非常期望能够再看一次墨西哥的比赛 因为我在2018年的时候 就在现场看了墨西哥与德国的这场比赛 也是那一届比赛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德国队小组赛就来一个开门黑 0比1输给了墨西哥 也最终导致他最后一场 与韩国的那一场必须要赢下来比赛 因为压力过大 就攻不下 最后被金英权和孙兴明偷袭 0比2输给了韩国 最终无援小组出现 也是未免冠军小组出局 第二档的球队能够看的场次是最多的 因为在第一轮是第一档和第二档的比赛 在第三轮是第二档和第三档的比赛 所以第一档和第二档的球队 我会看他们的比赛比较多一点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档的球队 抽到最最终能够看到日本队的比赛 同时塞尔维亚也是第三档球队当中 我觉得实力是最强的 波兰队呢 除了来万人之外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 但是第三档球队我个人 我希望是我能够看到日本队的比赛 伊朗的比赛呢 2018我已经看过了 伊朗的女球迷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道风景 因为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今天的新闻 伊朗队在预选赛的时候 因为不允许本国的女球迷入场观赛 可能会遭受到国义足联的一个惩罚 但是我觉得最终应该不会影响到伊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我觉得伊朗队应该还会出现在卡达尔世界杯的赛场上 同样的话我们也如果能够去到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也会看到伊朗的女性球迷 在2018的世界杯赛场上呢 我也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球迷 这样的一家球迷 而且我们那天还是同在一个车厢当中 进行了一个卧谈会 真的是聊了很久 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有机会再跟大家去聊一下 好的 这个是第三档的球队的一个期待 我希望能够看到日本队塞尔维亚 如果是再能看一个塞内加尔和波兰 那就是更加的赚到了 非常的期待 现在真的有一点小激动了 好 第四档的球队我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 卡麦隆 加拿大 然后呢会有这个大洋洲的这样子的一个 大洋洲应该是队中北美 就是新西兰队哥斯阿里加应该是这两个球队 然后就是亚洲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澳洲和阿联酋之间的胜者 对阵南美的第五名吧 应该是毕鲁队好像是吧 总之呢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吸引力 而且我也没有去买第四档的球队 所以这个球队对我来说大概率 到时候再看吧 如果到时候有现场有票的情况下 而且时间也合适的话 可能会再临时去买一张自己比较关心的比赛 比如说加拿大的比赛 其他的应该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了 好的 我们就还是看一看 这个前三档的这个球队最终抽签落位的一个情况吧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分享 也在跟大家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的规则 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方便我们在下一届2026年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办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有48支的球队来进行参赛 我们那时候再去看 第一次阶段 第一个阶段再去放票的时候 我们再去如何去购买这样的一个球票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查克 再见